其实本质上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和真相同学们 你们想听吗 我一说我感觉可能流量又干到五六千了 我又开始焦虑了 我焦虑的是流量太大了 因为我老是在说这个社会底则的真相 你们保护保护我好吗 我不是装逼炫耀什么 这是我只是有感而发 大家一定要听好了 实际上我们其实在现在的现有的资源配置里面 有一个错位的概念 因为女孩子我们出生了以后 都希望把她保护好 尤其是我们当父母的 不希望孩子接触一些社会的相对来讲比较污浊的东西 结果导致孩子就是女孩子 现代的女性对感情对这个爱情 她有幻想 有的话可不有 就是没有被人伤过 没有遇到过渣男的同学 你们可以回避一下 但凡被扎过一次的 你们在之前是不是有公主病 总觉得有爱情 世界美好 有没有 我认为99.99%的女孩子都会有 会有的 就你长得再漂亮 你家庭情况再好 也会碰到 本来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不讲 我觉得这个营销就是有问题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没有那么多优质男性 可以给你们分配 没有 如果我们从人的这个属性角度来讲 三亿女的四亿男的 假设 没有那么多 可以给你分配 好像是男的比女的多了几千万 我记得 从人口配比角度来讲 男的比女的多一点 但实际上呢 你看深圳 绝大部分单身的都是女的 女性为主 就什么意思 有钱的男的 太多选择了 太多选择了 因为他爬上去 都是经历九死一生的 创业生涯 实际上他不心狠手辣 他根本爬不上去 这个同学们认不认同 除非他 他本身就是富二代 咱就不说了 或者 在富二代兜里也没钱 确实没什么零花钱 我的意思是什么 就正儿八经的白手起家 杀法果断 从底层杀上去的 这个大哥 没有感情 因为他如果有感情 他不可能上的去 早就被人买了 你要知道有点小钱 多少人惦记 多少人希望你死 希望你倒 同行 周围的 你懂我意思吧 他如果自己太感情用事 他一定玩玩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高层的生物链里面的人 他是时间最宝贵 感情不值钱 他为什么这个样子 各位 我跟你们讲个明白 如果他不维系 自己的商业帝国 不去杀法果断 不用情感去说话 而直接用理性 他会效率更高一点 你琢磨琢磨 今天我跟你关系好 但是业绩上不去 我要不要动你 我肯定动你 他不能有感情 有感情对公司就不好 因为公司是来逐利的 但是绝大多数人 为了抱大腿 为了搞成关系 你可上可下 也是基于你有实力 才可上可下 但是大部分人 没有实力想上 不可能 这是底层逻辑 这是核心 所以各位 如果你是个女孩子 你去抱大腿 你熟 你最少是名校毕业 对吧 或者说你在自己创过业 或者说你创业成功过 或者相对来讲 你有一定的成绩 那么大哥高看你一眼 给你个机会 先试一试 试成了 我们就再弄 就跟OFO 那个就是那个共享单车一样 也是后面的大哥 在幕后做推手的 这个姑娘天天混大哥圈 做汽车测评的那帮人 他混到了一个机会 起来了 这个你们都知道吧 OFO那个 就小黄车 共享单车最早的那个 是不是 他是有料的 他有基础 他是大运营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如果你本身 没有操盘的这个技能 首先高级的 高净值的大哥关系 你永远破不上 别给我扯 扯别的 对吧 你把跟大哥的故事 写成一本书 卖给屌丝 你赚个版权费 卖卖客 可以 我从来没欠过 我身边的什么 几个唠的 靠大哥翻身 特别难 要么翻身 他自己走了 他不可能出现 明白吗 但是你的经历 能不能写成故事 拍成电影 或者拍个短视频 什么 可不可以 这个没所谓 所以为什么呢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分配 给你高净值的人群 他不讲感情 所以你得把欲望往下调 就是你很多姑娘脑子里面 就是脚踩七踩祥云 吹拉弹上过来找你的 这种人 你的想法 不要有了 不要幻想 你就算是个富二代 他取的也是网红 网红为了红 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他起码有人气 我取他有面子 就你有什么 如果你在一个不痛不痒的工作 岗位上 奋斗的 那你就把自己择偶的欲望 往下走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脑子里面想着高富帅 你的实力 矮搓穷 所以你想把择偶的欲望 你想碰到好人 你把择偶的欲望 一降一降降下来 我希望所有的女孩子给我听好了 打破幻想 因为你本身就是矮搓穷的配置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只要找到这个人 他真诚 他人品好就行 人品好 我说的说 人品不是说没有智慧 不会尔虞我诈 不会两面三刀 是他不会害你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不是给男性洗白 给他洗地 你说PC也好 还是怎么样 他只要不骗你钱 他是不是已经不害你了 我告诉你有些渣子是杀猪盘 把你所有几年辛辛苦苦的积蓄 骗得干干净净 那种人是坏蛋 我不是给男同胞洗白 不是给他们洗白 因为他还能知道回家的路 他如果还能有责任感 给孩子交个奶粉钱 交个家用 他已经不容易了 你总比碰到有个人天天惦记 你这点小存款抢吧 我只是有一说一 因为在这个阶层 或者说在这个环境里面 挺不容易的 你让他有这种觉悟 已经很难得了 有多少男人从来不回家 也不给钱 他连这个意识都没有 他就算有 他也做不到 他都得自保 所以说女的越胜越多 现在大量的胜女 找不到啊 那这个社会环境 这个矛盾是不是就产生了 有能力的女的都担着 一般男人他看不上 没能力的女人天天幻想 有能力的男的带着他 有能力的男的 他没有时间带你 他只能给钱 到最后呢 变成什么关系呢 就变成供养关系了 就变成所谓的捞女文化了 认同吗 那实际上呢 这些捞完了以后 他能结婚 他还是单着 习惯了 那这儿八经的 一般的混的一般的男的 又找不到好的 又单着了 那么你看这种恶性的循环 都担任到最后呢 真正能成家过日子的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 跟我哭诉 他老公出给劈腿的人 至少他们还没离 就这帮人 维系着我们 勉强维系着 这个婚姻的局面 你们对国家的婚姻关系 是有贡献的 如果你们都离 我告诉你 离婚率会暴涨到90% 你信我的 不夸张的 因为没有资源 听得懂吗 哪还有什么资源 任何传统赛道里面 还能还能做 能赚什么钱吗 说没有发财的梦想了 也就自媒体了 干一干 我不是站着说话 不要疼啊 就是这样 因为我四年前 虽然我不是说差钱的主 但是我觉得是不可能 有发财的机会了 才做的自媒体 我希望同学们听到这里 反思一下 是不是把我们的欲望 降低一下 把能力提一提 那个时候 我相信 你看这个世界 有不一样的感受 有不一样的感触 就说白了 两个圈子最好不要平行 如果说你特别有实力 不要找圈里的人 我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养老 你碰到这世界上 碰到任何一个人 都不能像剧本一样 你100%控制的 不可能 除非他是机器人 不现实 你控制不了对方的 因为这个时代太浮躁了 信息太密集 随时有什么突然风水草动 他就变卦了 他会变 明白吗 只有在很穷很穷的时候 大家想法是同一的 因为没有选择 所以你得接受这个现状 各位听不明白吗 你要接受这种无常 因为越发达的地方 你稍微有点能力 选择就多了 而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不能把自己太当人 所以你一旦安逸 搞不到钱 不安逸 你不能谈感情 鱼和熊掌 自古从来不能兼得 就是你想不负如来 不负轻 不可能 这就是这个现状 这就是我理解的 现在的人性 人际关系 人性的情况 大家有没有收获 你不要想着 钱搞完了 人也搞到了 不可能 你要么搞钱 要么搞人 只能他一个 先干一个 把一个先弄稳了 再想想办法 再搞别的 OK 那天底下好事都给你炸了 你什么八字 你祖坟埋在哪里 这么牛逼 冒烟了吗 我没有 我不相信 听我的 这样吧 给大家安排一波小资料 想跟我学流量的 想跟我学自媒体的 先把人性过了 看清人间 开悟绝行 人生必过的六关 观观难过 观观过 两万多个字的资料 好好看一下 关注大旗 洞察人心